大家好,我是吉尾秀祖祢做起 要把做過中華親民代表的行列 中華館第一選區管理院莊生漢 在29號新立競選中部 有更好理的莊生漢 感到關心和專業問題的心情 大家都看在這裏 但是新林北村 加上參選者很多 莊生漢新出年齡的路上 是問題很大的挑戰 中華館第一選區管理院選振 競選擔任的民進董事的管理院 莊生漢新立競選中部 案情管理院選擔任 選擔任有金額勒 這個年輕人有頭鬧更有靈力 他繼續在台灣台下 程度有夠好 能力有夠好不是程度好而已 又有頭髮 又輕做 輕學務 對他激戰 這樣繼續二三十年繼續下去 我要拜託各位 莊生漢就是像我自己的相似一樣 我們兩個都是周青玉委員的助理 我們有很多項目的工作 在我們的服務案件 只要是我們的市公所 還是我們管議會 我們的管政府的工作 我都是拜託莊生漢給我倒三天 所以這次莊生漢要來選連任 拜託大家的我們各位鄉親 都是自己的人 拜託把莊生漢勾給住 這樣好不好 莊生漢表示 總部生理不動員 來的都是主動做過的支持者 可以看出團隊的努力 讓大家看得到 這個政策連任 面臨很大的挑戰 我們看到很多自來的彰化鄉親 包含花壇分圓 以及最主要 我們彰化市東南西北區 有很多鄉親是自來的 我沒有發動任何的社團 以及相關的團體 都是鄉親自發現人來支持 那我們團體長期來在彰化經營 我們爭取很多的經費 不管在教育建設 以及相關的文化上 我們都努力 希望彰化更好 那希望 11月26號 票投2號縣長 黃秀芳 議員8號 莊生漢 還有我們所有彰化市的代表 希望各位鄉親可以支持 讓我們繼續為彰化 大步向前走 專程和郵條 這次選舉的經濟交《結核》 外面人都說他運動算 這句話讓他進行中 面對挑戰不可以放鬆 這個